正所税确定废除台股跟着放烟火 17日开盘一路开高走高 快速冲破8400点 大涨124点收在8419点 是两个月来最大涨幅 所以台股现在的这个涨幅 比一般的雅谷多了蛮多 这个部分就反映正所税 三大法人也陆续归队买超21亿 外资就占了13.2亿 终结连期卖 盘面上电子金融领军台积电 鸿海大涨超过3% 中信金元大金也上冲2% 假如没有正所税 大户的钱不会外流 那你现在要大户的钱再回来 汇掉正所税不见得回来 它可能要更大的利多 专家直说要大户回来恐怕很困难 毕竟在2012年大户人数将近1200人 今年初剩下547人 到第三季回升到648人 愿意归队的只有百人 让券商几跳脚 我们第三季的经济负成长 而且最新通报的无薪价 也有5000多人 这创下了三年半的新高 正所税汇除 对台股的影响可能极为短暂 就怕只是一日行情 台股开出红盘后 法人动向不只看税 景气何时挥稳也洞见观瞻 东森采集新闻综合报道